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令人关注的新闻要点 首先,以色列总理涅坦雅胡的幕僚证实 以色列已接受了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 逐步结束加沙战争的框架协议 但协议内容还有缺陷,还需进一步谈判 美方则正在等待哈马斯的回应 希望能尽快启动协议第一阶段计划 涅坦雅胡的首席,外交顾问法克表示 这是一项非完美但同意的协议 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所有人质都能获释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新动态 泽连斯基周一抵达马尼拉 并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举行会晤 这次会晤是泽连斯基在没有预先公布的情况下 飞到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后的首次出访 泽连斯基在相会上呼吁各方支持和参加 六月中旬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最新消息 特朗普早前在严口非案中被裁定34项罪名成立 成为美国首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 他警告,如果他被送进监牢 可能会成为他支持者的引爆点 这项警告加剧了有关美国11月5号总统大选政治暴力的担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洲网报道 以色列总理涅坦雅胡的幕僚确认 以色列已接受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 逐步结束加沙战争的框架协议 尽管协议内容仍有缺陷 拜登版本的停火协议是一项不完善但同意的协议 期望所有人致获释 协议的第一阶段 要求双方休战六周 并释放部分人质 第二阶段 进行无限期停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释放所有生还的人质 第三阶段则着重于加沙的重建工作 哈马斯对停火协议表示欢迎 但希望这些想法能在符合其要求的全面协议框架下实现 明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公布了以色列及哈马斯中战的三阶段方案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的首席外交顾问法勒克表示 该方案虽非最好 但以色列接受了这个框架协议 仍需解决许多细节 以色列的停火条件不变 必须释放所有人质并消灭哈马斯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美国期待以色列皆死 受协议 宪正等待哈马斯的正式回复 哈马斯则表示欢迎拜登的方案 并称其很强大 无法被绕过 新周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抵达马尼拉 与菲律宾总统萧马克斯举行会晤 泽连斯基在菲律宾总统府贵宾册册上留言 并与乌克兰和菲律宾官员握手 这次访问是在泽连斯基没有预先公布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此前飞到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 这是他首次亲自出席相会 泽连斯基呼吁各方支持和参加6月15号至16号 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俄罗斯未受邀参加 而中国已确认不会出席 泽连斯基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出席 但华盛顿尚未确认将派谁出席 美国之音中文王 在新加坡召开的第21届 向格里拉对话会落幕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的面对面会晤 打破了两国防长 18个月没有正式会晤的僵局 但未能建立关键战区的直通热线 专家指出 中国更多是把对话会当成了权力游戏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 似乎有向国内民众宣传的意图 菲律宾总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再次画下红线 引发广泛讨论 奥斯汀强调 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承诺不变 而董军则批评外部势力干预亚太安全事务 双方在论坛上多次交锋 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新导日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严口废案中 被裁定三四四项罪名成立 成为美国首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 甚至可能面临入狱服刑 他在接受或是新闻采访时警告 若他被送进监牢 可能会成为他支持者的引爆点 加剧了美国11月5号 总统大选政治暴力的担忧 特朗普表示 他可以接受居家软禁或入狱 但不确定支持者能否接受 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认为 特朗普的言论是试图鼓动支持者反抗 成人片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则表示 特朗普应该入狱 并为弱势者进行社区服务 韩年社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政发布会上表示 庆上北道普向市 因日湾近海 很可能蕴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并批准了钻探计划 朝鲜宣布暂停对韩空投垃圾气球 但若韩方再度空票传单 将重启相关措施 上月末 韩国境内发现 MAMP60个朝鲜空投的垃圾气球 导致人川国际机场航班起降三次被叫停 调查显示 近三成 60年代出生的韩国人认为自己会孤独而终 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比例更高达49.9% 韩年社 韩国总统尹锡悦 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的国政发布会上宣布 庆上北道普向市 迎日湾近海 很可能蕴藏着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据物理勘探结果显示 该海域可能埋藏着多达140亿桶的石油 和天然气 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世界顶级深海技术评估机构和专家的验证 尹锡悦表示 政府已经批准了产业 通商资源部的钻探计划 预计明年上半年会有初步成果 呼吁民众耐心等待 星州网 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宣布禁止以色列人入境 并启动全国募款集会以支持巴勒斯坦 马尔代夫是一个以白色沙滩和碧绿色千哈湖文明的小型伊斯兰共和国 总统穆依组决定对以色列护照实施禁令 并发起马尔代夫支持巴勒斯坦的募款活动 尽管马尔代夫曾在1990年代初期取消对以色列由克的禁令 但两国关系在2012年后再度恶化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持续交战 马尔代夫的反对党和政府盟友一直施压 要求禁止以色列人入境 以色列外交部对此回应 建议公民避免前往马尔代夫 新岛日报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寻求更多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试图与中国将领接触 但被拒绝 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少将表示 泽连斯基应考虑乌克兰人民的生命价值 搞清楚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徐辉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 会支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这句话很恐怖 因为这意味着乌克兰人民将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 徐辉强调 泽连斯基需要深思这对乌克兰、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 王毅 美国政治新闻网5月31号的一篇文章指出 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组建加征关税 严重影响了加州的经济和环保目标 加州官员在洛杉矶参加了中国加州经贸论坛 力图促进贸易和相互投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萨利表示 新关税短期内会拖慢能源转型进程 提高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成本 导致市场放缓和裁员 萨利认为 如果美国能在政策上更加明智 长期战略或许能成功 但风险很大 尤其是在白宫可能政党轮替的情况下 萨利还提到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价格低廉 能吸引更多消费者 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技术进步方面落后 这确实令人担忧 网易 美国政治新闻网5月31日的文章 讨论了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组建加征关税 对加州的影响 加州一直在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尤其是在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 詹姆斯·萨利指出 新关税增加了在美国销售中国电动汽车的难度 短期内拖慢了能源转型进程 提高了相关成本 萨利认为 如果美国能在政策上更加明智 长期战略或许能成功 但风险很大 尤其是在白宫可能政党轮替的情况下 他还提到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价格低廉 能吸引更多消费者 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技术进步方面落后 这确实令人担忧 香港电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福尔克表示 以色列已接受美国总统拜登 推动结束加沙战时的框架协议草案 但认为草案仍存在缺陷 需要改进 福尔克在接受英国报章采访时指出 协议草案虽然双方都同意 但细节有待解决 以色列的条件包括摧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白宫国加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如果哈马斯同意协议草案 以色列也会接受提案 此外 埃及政府高层消息人士透露 在开罗举行的三方会议已经结束 埃及代表团坚持 每天至少350架运载援助物资的大火车进入加沙 中央社报道 马尔蒂夫总统办公室宣布禁止以色列人入境 并发起全国募款活动以支持巴勒斯坦 马尔蒂夫总统穆一组在声明中表示 决定对以色列护照实施禁令 但未明确禁令生效时间 马尔蒂夫曾在1990年代取消对以色列游客的禁令 并试图恢复两国关系 但因2012年总统纳西德到台而失败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持续至今 马尔蒂夫的反对党和政府盟友 近期向穆伊族施压 要求禁止以色列人入境以抗议战争 今年前四个月 前往马尔蒂夫的以色列人数大幅减少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敦促公民 避免前往马尔蒂夫 韩联社报道 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总统尹熙悦的施政好评率为30.6% 差评率为65.9% 此次调查面向全国18岁以上的Realmkine 513名选民 结果显示 尹熙悦的好评率较上周上升0.3个百分点 差评率下滑0.2个百分点 按地区看 首尔和仁川经济道的支持率上升 而釜山、卫山、清宜、上南道和光州全罗道的支持率下滑 按年龄看 30多岁、40多岁和50多岁的支持率上升 20多岁和60多岁的支持率下跌 此外 政党支持率调查显示 执政党国民力量支持率较上周下滑2.1个百分点 为33.1% 网易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的 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 展示了来自多个重要遗址的龙主题文物 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 考古发现如三星堆的小龙和匈奴王冠等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议题和文化的相互影响 隧道从野生到驯化的研究 确认了我国是世界隧道的起源地 苏扬遗址等考古发现 证实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四角平遗址的发现 完善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 体现了大一统的国家风格 2023年全国开展了大量考古发掘项目 考古发现和研究实证了中华文脉的绵延繁盛 文化积奠着民族的血脉与精神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